我終於找到一首歌了 叫做《歷史的傷口》 這首歌每年六四都播出的 有一個人叫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說你看不到就看不到 我認為林鄭月娥在1989年 應該還未喪順天良 她不會說什麼 我托這個記者問她 她在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她有沒有去過支聯會的燭光集會 我認為她有機會有 她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她懂不懂唱這首歌 她今天為什麼忘記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第一句就是 閉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是 港台紅星一起唱 大家現在上去 Youtube馬上看到 非常感人 林鄭月娥的心 被狗丹了 林鄭月娥 說她每天都為學生祈禱 她有沒有為 在天安門死的學生祈禱 這個說話都說得出 閉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 她叫學生閉上眼睛 她叫學生閉上眼睛 是全香港人的元首 我是未聽過一個 元首會公開跟學生說 喂 閉上眼睛就看不見 見過了 那ICC做什麼 ICC 都可以說 有貪污 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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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必 快必 你閉上眼睛就看不到啦 這個韓年山 我記得聽到她的聲音 喂 林鄭月娥 你真是被李飛搞到你上入飛飛 真是上入飛飛 你說什麼這句話 老實說 她說要洗腦 找一班一百間學校的校長去擦鞋 我們都來她不喝 但是那個說話衰格賤格 是不是 你又叫人舉報罪案 又叫人舉報貪污 那人家走去說不是 昨天他們收規 你看不到啦 閉上眼 閉上眼給錢就可以 這說話是賤格 老實說 行政措施衰格 已經是抵鬧 但是一個特首 一個元首去解釋那些 衰格的行政措施 用一個這麼輕挑 這麼賤格的說話 老實說 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六八九都不敢說 六八九都正正式式地說 哎呀 國家行為殺人 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東條英姬是不用死的 是不是啊 應該審東條英姬 當天真的錯了 審這個倭林 是錯的 這個紐倫堡戰犯 人家國家命義殺人 哪裡會是呢 江青啊 張春橋都被人審啦 白癡 所以 明天我們都會抗議李菲 我覺得 李菲固然賤格 但是李菲是大陸的官 她想入菲菲 她每次來都是公務員 到現在都是公務員 但是林鄭月娥是元首來的嘛 是在香港的土地上講些說話的嘛 是否有病啊 各位 各位在場的記者 我想你們都未出生 六四 立即上去 Youtube那裏看 歷史的傷口那首歌 看現場版 港台奧歌聲一起唱的版 我認為 林鄭月娥在1989年 和1990年 1991年 應該未喪盡天良 應該聽過那首歌 或者在六四的集會都聽過那首歌 我點這首歌給她聽 麻煩各位記者問她 有沒有聽過那首歌 有沒有去過燭光集會 我告訴她 這個世界 是有紀錄的 不要亂講啊 這次 如果她有聽過那首歌的 麻煩道歉 有紀錄的 有紀錄的